说起泪水其中所代表的往往不只是悲伤 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 每一滴泪水背后的故事都不尽相同 那么首先来看一段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视频 画面当中这个说着说着 一下子就哽咽住的人 名字叫做徐学敏 是一位科学家 刚才他所讲的是自己大学时代的一段往事 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到自己的父亲就控制不住情绪呢 我为了读书 我爸爸这个人和我父母都是这样 他们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他们像我说的 他们是从文上道 尊师宗教 他非常鼓励孩子读书 他有一句话 他说家有黄金又多粮 不如眼儿送水道 所以我一直要想要读书的他就 谁有机会他都鼓励我 在父母的鼓励之下 徐学敏也非常的争气 徐学敏的老家是内蒙古自治区新安蒙的一个山村 1978年 他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 可以说整个村子的人都以他为骄傲 后来呢 徐学敏从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 又远赴日本东京和美国加州 继续深造 一直读到了博士后 1999年进入到了美国的田纳西大学任教 一直在做与老年痴呆症相关的研究 在老年痴呆症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说 在脑子里的吸泡呢 大量的死亡掉了 那么吸泡死亡掉 就相当于一个计算机 它这个硬件一部分被损坏 损坏了以后呢 这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甚至于功能都会发生减弱变化 和人脑的这个形象比例来是一样的 徐学敏从事老年痴呆症这一领域的研究 至今已经是21个年头了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由于他表现出色 美国田纳西大学每年投入专项研究经费 让徐学敏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呢 也给很多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工作机会 而且在徐学敏实验室的隔壁 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 他是谁呢 美珍 这是我太太 她叫崔美珍 你好 你们研究的领域相同吗 不太一样 从我是做心血管疾病的研究 尽管我们研究领域是不太一样 但是大家手用实验手段是差不多的 有好多仪器也可以公用的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方便 徐学敏与太太崔美珍是吉林大学的同伴同学 后来呢又一起留学日本和美国 找工作的时候 徐学敏说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考虑因素 就是要跟妻子在一起 幸运的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帮她圆了这个梦 可是呢即便夫妻两人在异国他乡已经实现了梦想 成了备受尊敬的科学家 在徐学敏的心中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如果说从工作从我做科研的角度上我没什么遗憾 但是就是说离开那个自己的文化环境我比较遗憾 所以有时的时候晚上我听见火车叫 我特别亲切 我这个太太说火车吵得睡不着叫 我说我听得很亲切 她听为什么 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住在铁路旁边 每天停着火车的叫声 这种思乡的情绪啊 想必每一个离开过家乡的人都会懂得 但是对于在海外闯荡打拼的徐学敏来说 更加让他难以释怀的 是有些遗憾早已经无法弥补了 如果从我们中国人角度来说 我没太有机会来尽效 对我的父亲 所以从这一样说 就是说我能够考上大学 那么中午就很高兴 回去了 可能这就是我能够唯一对他们 养育的报答 徐学敏说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退休以后 回到中国交流研究成果 了却自己多年的相亲